马志明被郭德纲誉为相声界的泰山北斗 过去这一头衔只属于马三立义人 合着这也能传承 当然这是玩笑话 不过在当今相声界 马志明的地位的确非常高 众所周知 相声界有三大家族 马家 侯家 长家 长家的队伍最为庞大 侯家大家不多 其中马氏相声的文根与灌口 在整个中国相声界无人可以只比肩 过去相声界就流传一句话 无人不踪马 此前马志明回天津市取一团讲课 他曾说到 我爸爸这个人是属于异类 跟一般人绝对不一样 其实马志明跟一般人也不一样 不说别的就说收徒这件事 换成别人 巴不得自己的徒弟越多越好 相声名家刘宏怡就曾说 徒弟火了 能抬师父的味儿 另外经济上也能孝敬师父点 如果不收徒 这些好处一个都得不到 可马志明却多次公开表示 我这辈子只能有学生 不能有徒弟 之所以不收徒 现在是因为他的辈分太大 不能收徒 但摆在二三十年前 马志明的辈分可不算大 石家庄洪顺曲艺社的艺术总监 王金东 自称师承马志明 从相声有心人中 涌现出来的相声新人周培岩 就是洪顺曲艺社的 而且周培岩在评书门里的师父 是郭德纲 青岛的潘贵才 也说自己是马志明的徒弟 潘贵才原为青岛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他能演会写 马继唯一的女徒弟邢莹莹 曾说过这么一件事 他说我最感到荣幸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机会与我的师哥江坤 都曾用过潘贵才老师 写的一段相声 艰难历程 邢莹莹说的这段相声 就是江坤和唐杰中 在1993年央视春晚上表演的 楼道曲 但潘贵才一直默默无闻 1994年 潘贵才遭遇一场车祸 虽然恢复的不错 但其艺术生涯就此结束 马志明不承认王金东是自己的徒弟 也不承认潘贵才 他的理由是 九家电视台搞活动 台长让收的 平时不走动也没百知 不走动是实情 没百知也是实情 相声界败事一般都要百知 没百知的徒弟的失诚往往会受到质疑 不过天津有两位相声演员拜马志明可是百过之的 他们就是卢福来和于克志 卢福来生于1955年比马志明小十岁 他自幼学习快板 1980年考入天津南开区文化工相声队 于克志又比卢福来小五岁 但接触相声却比卢福来早 于克志于1978年进入南开区文化工相声队 跟陈慧增打档 卢福来进队后 于克志改跟卢福来打档 他俩一高一矮 一瘦一胖 天生就是一对 卢福来和于克志于1989年一起拜马志明为师 尹宝代三师分别是金门生 张玉堂和连孝坤 拜师当天 连孝坤收卢福来和于克志为一子 马三立不仅出席了拜师仪式 还在扇面上写下八个字 送给卢鱼二人 作为勉励 马三立写的是 福自勤来克己为志 这八个字含有鲁鱼二人的名字 福来克志很有寓意 1991年 卢福来和于克志赴湖南一阳 参加全国青年相声邀请赛 他俩何说的相声是臭嘴 卢福来获得豆干二等奖 1999年卢福来和于克志加入哈哈笑艺术团 很快就成为团里的台柱子 被誉为卢鱼组合 可咱俩后来还是猎学了 正应了那句老话 天下没有不散的言席 马志明不承认卢鱼二人是自己的徒弟 理由是如福来于克志 是我们家老头让我收的 言下之意 非我所愿 既然如此 老爷子的话 他当然可以不听 其实在相声界 当爹的替孩子做主的事并不少见 不说别的 就说马志明拜朱阔全 还不是马三立跟侯宝林商量的结果 马志明或许觉得这个理由有点牵强 在另外场合说过另外一句话 师徒不分辈分在感情 虽然没有名指卢鱼二人 但不免让人产生联想 他跟卢福来和于克志应该没啥感情 前些天 卢福来在跟一网友直播连线时 被问起师承这个敏感问题 隐忍多年后 他终于公开做出回应 他首先对这位网友说 这事不方便过细的说 有师承关系的魂人也不少 你不拿我当一魂人 我就感谢 他接着说 我同意这句话 原来说过 谁的徒弟没用 你往台上一站 关键是人家得花钱听你这个 人家认可不认可 这是最关键的 不在于是谁的徒弟 不在于辈分跟位置 这些都没关系 卢老先生 您是上马爷的二弟子是吧 您师兄弟是三个是吗 我跟您说 卢老先生 有些事不方便过细的说 行 我是对 我跟他这样说 就这个 这个 有师承关系的魂人也不少 你不拿我当一魂人 我就感谢 哎呦 您看 这老先生 我跟他这样说 这个 这些问题啊 不存在这个 我同意那句话 原来说过 谁的徒弟没用 你是钢码地 你往台上一站 关键是 你对话 听你那个 人家认可不认可 这是最关键的 不在于是谁的徒弟 不在于辈分跟位置 跟这些都没关系 卢福来这么说 完全是必时就虚 这既是无奈之举 也流露出淡然面对的意思 马志明反对封建门户 可他并非没收过图 而且不止一位 只是后来不承认了 目前他只承认 黄足明一人 可黄足明拜师并未百知 严格来说 黄足明的师承 也有问题 书马志明个性也好 清高也罢 只是性格问题 谁都有性格 不过论艺术 郭德纲高峰 都是为偶像 跟赵佩如 侯宝林太远了 没啥可比性 联系你听听 他的爆菜名 大保镖 白氏汇和鼠来宝 绝对有自己的风格 一般人比不了